今天进入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哈佛涉嫌歧视亚裔申请者的第八天庭审 在今天的庭审现场共有四人出庭 分别是曾经是哈佛内部研究所的研究员 另外三人是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三位招生官 那么首先第一个出庭的是曾是哈佛内部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他的名字叫Mark Hansen 他指出在2018年的6月对哈佛内部做的一个哈佛内部研究报告显示 哈佛在录取的过程中将亚裔处于不利的位置 他对此表示承认 而在报告中也显示了亚裔学生的学术成绩和课外活动都远远高于白人 而其中的个性评分却远远低于任何族裔 虽然有这样的调查结果 但他表示哈佛的招生官并没有控制各个族裔的录取数量 因此也没有歧视亚裔学生 今天第二个出庭的证人名叫Roger Banks 他是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一名招生官 那么他表示哈佛在招生过程中确实是将种族当作其中的一个因素进行考量 同时在整个的录取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对种族这一因素进行讨论 同时呢他们也会参考其他学校的录取政策 比如像耶鲁大学 另外他也表示在录取的过程中 种族并不是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 学生的家庭情况参加体育项目以及他的领导力等等这些因素 都是综合考量学生的一个标准 同时他也表示招生办公室并不会针对某一个族裔进行评论 第三位证人同样是哈佛招生办公室的一名招生官 他叫Charlene King 他表示哈佛在录取过程中会参考种族因素 他认为不同的种族形成了今天的哈佛 他们也会与招生办公室的主任Fitzerman一起讨论关于种族 同样也会讨论申请者的性别所在的地理位置等等 他表示种族不会影响其他的考量因素 包括学生的个性得分这一点也不会因为种族而有所改变 另外他也表示哈佛招生办并没有对任何的种族进行歧视 在哈佛也没有任何一个有关种族的指标 来让他们对学生进行评价 整个哈佛的招生过程是透明 并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全面考量的 对于起诉哈佛歧视亚裔申请者的这个案子 他也表示不可思议 他表示整个哈佛招生办公室并没有歧视任何族意 同时他也认为在这个学校的多元化方面也会考虑学生的地理因素 但并不会因为为了让地理因素的多元化减少亚裔学生的录取数量 今天最后一个出庭的也是哈佛现任的招生官 他的名字叫Tierry 他同样也是哈佛的一名校友 他表示种族是一个人的一部分 但种族并不是考量的唯一标准 他们并不会因为一个学生的种族来录取 或者是拒绝一个学生 但是种族也可以作为是否录取的一个标准 另外他也表示当申请者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 那他们也会将种族作为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 以上就是今天整个庭审的全部过程 明天还将有更多的哈佛教职工继续出庭